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小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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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我们家司令给放了 冯荡 老子杀了这个老东西 江有三 叫他们放了龙三爷 否则我一生毙了你 你先放了我们家司令 别动 不然我要开枪了 不要 先把龙三爷给放了 你先放 快快快快 快 别动 别动 兄弟们来得太好了 赶紧给我把他拿下 大胆 你们要造反吗 都给我退下 兄弟们记住 你们在誓言书上 可是摁了血手印的 我死了 老头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赶紧给我把他拿下 龙非 你这个孽子 我饶不了你我 赶紧的把他给我拿下 你给我闭嘴 龙家接着弟兄们你们听着 只要你们退下 龙三爷 是不会追究你们责任的 弟兄们 弟兄们 我龙西城 一言九鼎 大家都是跟着我 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今天 你们受了龙非的蒙蔽 你 我不怨你们 不怪你们 我对天发誓 我绝不追求责任 如果我违背 我 我必死在乱枪之下 别听老头子的 赶紧把他给我拿下 你们想清楚了 把这几个逆贼给拿下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来 跪下 让他跪下 跪下 老爷 老爷 别这样 老爷 爹 老爷 你会后悔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之前好言相权 我现在在龙家鸡外面布了重饼 但凡日本人进了龙家鸡 我可以告诉你 龙家鸡 那是鸡犬不留 我打死 老爷 老爷别这样 你确定吗 大哥 你没事吧 好样的 来得正好 老爷 跪下 大少爷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乡亲们 弟兄们 我龙西城 家门不幸 除了龙非这样的孽障 今天 我要提我们龙家鸡 除掉这个祸害 拿强来 不要 起开 不要 起开你给我 不要 龙非 你作恶多端 死有余故 从今往后 我龙西城 不会再有你这个儿子 开枪 老爷 老爷 我救你了 我救你了 儿子 就算爹爹不杀你 天下也足够有人要杀你的 你知道吗 孩子 你好自为之吧 滚 让他滚 走吧 爸 慢点儿 龙月 你赶紧去给老爷弄杯深茶来 好 龙三爷 您好好休息 我先告辞 忠浩 你坐 龙三爷 忠浩 我听心谗言 让你受了委屈 你不会怪我吧 您是爱子心切 才会受到蒙蔽 只是人之常情 我怎么会怪你呢 好 我龙西城好糊涂啊 要不是你 不但我蒙受齐齿大辱 整个龙家集 都会 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你 你 不但保护了我的轻欲 更是我们龙家集的 大恩人 龙三爷 您言重了 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 不过好在 没有重大的损失 现在最重要呢 是您要把身子给养好 没错 爹 您要养好身体 要振作起来 接下来 咱们还有好多仗要打呢 其他的事 您就别想了 别想了 对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卫龙家集的事 龙三爷 您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管吩咐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呢 忠浩 你不念九恶 这让我 让我更加惭愧啊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帮助丫头 守住龙家集 你能答应我吗 龙三爷 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 就是想让我们游击队 和你们自卫军结盟 一起打鬼子 你刚才说的话 我这是求之不得 怎么会不答应呢 结盟 忠浩 要是能结盟就太好了 有了你们的帮助 再多的日本人我也不怕了 这样 结盟了以后 我的自卫军 全归你指挥 那怎么行 自卫队还得您来指挥啊 不 忠浩 还是由你来指挥 这 你要是不指挥啊 那就说明 你还在生我的气 这 忠浩 你就答应吧 我们都一把老骨头了 将来 就靠你们了 好 我答应 我答应 李萱 谢谢你 一直以来 都对我好 保护我 照顾我 这一路走来 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在我最难过 最痛苦的时候 你还不离不弃 陪在我的身边 照顾我 安慰我 今天 我成了你的妻子 希望从现在开始 好好地报答你 照顾你 不 玉环 这辈子能让我照顾你 爱护你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们干了这杯 祝我们成为福气 嗯 孙环 孙环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孙环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计划 这就是你们对帝国的忠心 你是用你们的失败和耻辱 向帝国效忠 大左阁下 大左阁下息怒 这回失败是事出有因的 是 大左 的确是出有因大左息怒 你说 大左阁下 事情是这样的 我刚到龙家集计划进行得挺顺利的 那龙西城不但任我做了儿子 还让我认祖归宗 准备把龙家集自卫军的军权都交给我 最后我就对龙家集的自卫军的军官 进行了收买和拉拢 对那些不识相的我进行了清除 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意外 那个圣忠豪突然出现的龙家集了 什么 圣忠豪出现在龙家集 对 他不是被困在虎啸山吗 是啊 回家虎啸山是你带队的 是 继续说 就在危难的时候 我用我三寸不烂之舌 我好说歹说 龙西城他相信了我 把那个圣忠豪他关了起来 但谁想到 圣忠豪身边有一个小随从跑了 跑回了虎啸山 搬来了救兵 不但伏击了小野军他们 而且啊 还把圣忠豪给揪出来了 其实我本来想啊 就在圣忠豪被关起来的时候 我直接干掉他 这 结果是功亏一篑 太可惜了 那更可惜的是 他把我的身子给揭穿了 您不知道当时这个龙西城啊 拿枪顶着我的脑袋 准备要毙了我 幸亏我灵机一动 我用亲情我 我以泪洗面 我感动了他 要不然我跟大佐 您就见不着面了 大佐 您说说 我这个计划 是不是缜密得不得了 这 这失败了也不能怪我呀 您说我容易吗我 我错怪你了 你这次的表现很好 我会给你奖励的 谢谢大佐 可奖 回家虎啸山 你无功而返 怎么解释 大佐 胡啸山实在是太大了 方元几十里 你到了他们就跑 就是不和你正面作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搞得我们部队疲于奔命 大佐 您知道 我们现在的部队 不是一山地战 这些游击队 都常年驻扎在大山里 天那么黑 他们又熟悉地形 我们根本是防不胜防 大导帽 由于你的失误 盛中豪和龙家级 已经联合起来了 现在我们的对手 比以前更强大 大佐 我认为盛中豪 跟龙家级联合 是一件好事 他们集中在一起 我们可以把他们 一次全都消灭 大佐和夏 其实这个盛中豪啊 也不是什么神仙高手 我跟他交个手 半斤队八两 龙家级现在呢 也就是那么多人 那么多枪 他们所占的优势 也就是地势上的优势 不过 我把他们的军事布防图 我全汇着出来 您看看 这是龙家级 城里城外的布防图 他们的弱点在哪 我一清二楚 大佐阁下 我请求 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我一定拿下龙家级 有把握吗 有 因为你们的失误 让皇军蒙受了耻辱 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现在我命令 大导连队 加上保安军全部的兵力 进军龙家级 是 这次由你来指挥 记住教训 是 你们听着啊 现在这张地图 我们仔细地来研究一下 你们看 在这个位置 北门这边呢 是最脆弱的地方 我们到时候在这里 设一个机枪阵地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敌人 从这里打过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形成交叉火力 把鬼子一网打尽 但是这一马平穿的 不好防守啊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无论如何 绝对不可以让鬼子的大炮 打到城墙 如果到时候火力太凶猛 我们没有办法挡住他们的话 也要设法 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干掉 你觉得呢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大家都忙着呢 龙小姐 龙梅 有什么事吗 你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啊 其实也没多久了 我们就在 在研究 如何干掉敌方的炮兵阵地 结束了 结束了 朱豪 那那那什么 我们就先回去了 就不打扰你了 好 那你们先走吧 走走走 走走 龙小姐 龙梅 找我什么事啊 其实我也没这么着急 就是想跟你说声抱歉 让你受委屈了 什么抱歉啊 我没什么委屈的 行了行了 这事就别再提了 你不怪我爹 不怪我没有相信你 这个我之前也说了 你爹 他是爱子心切 我能够理解 再加上你妈 因为关心你哥哥 俗话说关心则乱 龙梅 其实呢 我反而想跟你说声谢谢 每次当我遇到危难的时候 你都挺身而出 在我的身边 我已经无法想象 这辈子没有你在我身边 怎么办 我不想听你说谢谢 我们把话说明白吧 我喜欢你 一直以来都喜欢你 你肯定知道我心意 你已经感受到了 是 你有你的小师妹 你很记过她 可是 这事我不怪你 反倒让我觉得 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可是 我对你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我一直在等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都需要你给我一个回复 龙梅 我觉得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最好我们两个 能够做哥们做一辈子 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好哥们 我还想到啊 将来我们可以 可以浪迹天涯 到处去打日本鬼子 把那些日本鬼子 打回老家去 龙梅 等到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 我就不信 他们还敢欺负咱们 龙梅 所以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一会儿就去内部 知道吧 你也看到了 现在没有办法 毕竟这些人 他们都不是正规军 人疯子 怎么样了 兄弟们干好久了 速度有点慢哪 没办法 让他们快点 宋志慧 宋志慧 小鬼子二鬼子 离个龙家鸡还有四十里 这帮家伙来得还挺快啊 好过还没完好咋办啊 主要的工程应该是差不多了 赶紧让兄弟们加快速度 半个小时之后进入阵地 是 好 快点快点 快点 速度快点 龙妹 手外围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那守城的任务就交给你 还有赵队长 好 去吧 这儿 你小心点 我知道 我会的 那个 手不疼了吧 这是最利于进宫的地形 只要咱们把大炮一架一哄 这龙家级也就化为废墟了 我请求邵左阁下 如果炮轰之后 我爹 我娘 还有我妹妹活着的话 邵左阁下 您能放他们一条生路 放心吧 命令炮兵 出击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计划奏效了 教司令 敌人有埋伏 该到你出击的时候了 是 怎么样 鬼子重埋伏了 干得不错 下一步就等着鬼子进来了 去准备一下 好 鬼子来了 别急 等他们人再多一点 我们再打 大家准备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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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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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停住 给我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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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快撤 快撤 撤 快撤 姐 东门和西门已经被攻击 赵豹特和冯队长 带着兄弟们和敌人 已经交上火了 盛中豪他们呢 已经打退了第一次进攻 干得漂亮 淳妮 你回家去 保护好老爷和太太 是 尚总 我们这第三波进攻啊 又失败了 我看 要不咱们修整一下 等明天天亮了咱们再打 要不然这天黑了打起来 对咱们伤亡更大 命令队伍 命令队伍 原地休整 明天 一定要拿下龙家级 没事 放 咱们可要流失了 打 打 打 都给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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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冲 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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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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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撤到第二段防线吧 是 推到第二段防线 是 走 走 快快 走 老爷 把药喝了吧 老爷 老爷 南门外围 第一道防线已被攻破 盛风指挥他们已经 退守到第二防线 恐怕 也坚持不了多久 春年 是 去 把家丁 还有下人 都给我叫过来 让他们跟我一起上战场 老爷 没人了 全都上去了 老爷 龙家级 难道就这样还了 老爷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八路军 或者国军求援呢 我早就 给八路军的吴司令 还有国军的万军长送过信了 再等等看吧 再等等看吧 这帮小鬼子 要是把我 逼急了 老子就跟他们拼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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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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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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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 不好 鬼子火力太猛了 怎么快撑不住了 赶紧撤吧 撤 王奶车 没有退路了 这是最后的防线 再往后撤退 已经无路可走了 准备白人战传利下去 没顾 说 敌人用大炮 第二大防线快被攻破 那 总指挥他人呢 不知道 炮火猛烈 恐怕凶斗击伤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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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司队下 赶紧撤吧 赶紧撤 什么 八哥 要是带不撤的话 国军和八路径可已经打过来了 何为的话咱们就跑不了了 赶紧撤吧 您别犹豫了 赶紧撤吧 走 撤 我们的援军到了 好 兄弟们 上 是 上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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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环 玉环 记得 冲啊 冲啊 快点 上 过来 哇 啊 小师弟 师兄 你们怎么会来的 师兄 我们接到龙三爷的求救信 连夜出发 过军的万军长也带兵来了 太好了 原来是你们救了我 总好 师兄 什么师兄啊 你怎么改口了 好了 玉环 你别哭啊 这 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不要死 我当然没死了 你看 我这不挺好的吗 你哭什么呀 见到我你应该高兴才对嘛 别哭了 来来来 赶紧了 师兄 曹河一战 我们已为你牺牲了 玉环知道以后很伤心 后来我们 我们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胡说什么呢你 他胡说什么 他居然说你们已经结婚了 这怎么回事啊 他 我 你 你 一样的离开 带走了所有期待 你别像风一样的离开 别像风也飘零 随风飘落流山海 都说来保身处花归 只有火轴才是最美的 期待 你别像风一样的离开 别像风也飘零 随风飘落流山海 都说来保身处花归 只有火轴才是最美的 起泽 起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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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我们遇到了国军和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龙家机没有拿下 大佐 我再一次向您请站 不拿下龙家机 我势不为人 大佐可夏 当时就差那么一点点 马上就要成功了 真是太可惜了 这些事情我当然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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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它 它